最近你怎麼看 朱利倫教出的這樣一個兩岸政策的答卷 是否足以去破解民進黨在兩岸問題上面會發出的公示 以及我們看到現在柯文哲也是來勢洶洶 他的兩岸一家親的論述也是分散了不少藍軍的票源 所以認為如果國民黨想去推動兩岸的和平進程 還要做出哪些的努力呢 我覺得如果說國民黨只是永遠停留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那麼國民黨在台灣未來的前景 就非常堪綠了為什麼 因為只是九二共識跟反對台獨 其實它沒有辦法解決一個政治藍題 那個政治藍題是什麼 就是兩岸目前在政治上還是敵對的狀態 也就是反對台獨只是有助於大家事務性的交流 跟文化的交流 但是兩岸畢竟在政治上現在還是敵對的 如果我們也知道民進黨就希望兩岸的敵對不要解決 不要解決 因為如果說兩岸敵對不解決 民進黨就可以操弄他的仇中愛台 或者抗中愛台 那國民黨就會被民進黨壓在地上打 但是現在從朱立倫他所提出來的兩岸政策 他特別強調求同遵義 也就是要尊重大家的差異 這個差異在於什麼 在於兩岸的政治定位 或一些其他方面一些重大的問題 可是你要知道如果這個政大重大問題不能夠坐下來談 那麼敵對不解決 敵對不解決對民進黨有利 所以我的看法是說國民黨如果現在還是持續的 只是以反對台獨作為最重要的主軸 那麼你將來跟那個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 其實也沒什麼多大的差別 那你跟柯文哲在整個兩岸政治上沒有多大的差別的時候呢 很多年輕人他比較喜歡於柯文哲 他遠遠超過喜歡於中國國民黨 所以我一直在參選中一直提醒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要有這種勇氣跟能力 要跟北京進行政治對話 透過政治對話來解決政治的難題 把兩岸從一個敵對走向和平 這不只是中國國民黨應該為台灣老百姓做的 也是中國國民黨自己能夠在台灣 程序下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很可惜的在這一次的整個參選黨主席的發展過程中的時候 我面對的是朱立倫他的一個反對我的這個主張 甚而他認為我主張的結束敵對創造兩岸和平是一個紅統 所以這一次其實對國民黨來講是一個路線之爭 那當然在這一場子我是票數敗下來了 但是我相信我所主張是對的 所以我認為說朱立倫要不然他就必須在盡快的時間改變他的主張 如果他不能改變主張 我認為說兩岸關係在朱立倫任期的這段時間 你要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幾乎是不太可能 而兩岸的政治敵對會持續下去 因為國民黨現在是在野 而且朱立倫的主張也沒有辦法再深化兩岸的關係 所以我是對這樣子的兩岸關係發展 我認為對國民黨是非常不利的 我們就知道我們在那邊 我們就在那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